余生,请多指教如今正在二次上星播出,尽管很多人已经看了多遍,看到如今重播,却依旧还会继续追剧,没办法,实在是顾蔚和林芝孝的甜蜜爱情太上头了。 其实在国产剧中,这样的爱情剧并不匮乏,然而,让人能够如此上头的还真是屈指可数,而且,还这是一部被羁押了多年的陈剧,不过,也丝毫没有影响观众对他的喜爱。 肖战,杨子也凭借这部剧,再次成为了观众心目中最默契的荧幕情侣,以至于如今还有很多的观众,从剧情中走不出来,纷纷喊话编剧和导演再出第二部,好在作者还真是想观众之所想。 没想到第二部已经完成,作为擅长爱情甜剧的作者,柏林实将来说,想必大家自然不会陌生,何以生肖默就是出自他之手。 有消息传来,如今余生二的小说已经完成,正在安排将他影视化,而更加让我们惊喜的是,有消息传出,目前制作方还是企鹅这边,而且私下里正在和肖战杨子方面沟通,投资方希望,还是肖战和杨子能二搭,因为毕竟只有他们再次合作, 才能有好的收视率,尽管官方还没有正式官宣,但是很多网友看到这个消息,就已经提前庆祝了,毕竟是大家喜欢的小说改编,同时大家喜欢的男女演员都有望再次合作。 所以,对于很多粉丝网友来说,这无疑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了,也有人说,经过余生的脱颖而出,如今,肖战杨子早已不是三年前的他们了,想要邀请他们,恐怕有些难度,毕竟我们知道的他们档期已经排满,二搭还是有些难度的,不过,只要看到希望,就足以让粉丝高兴了。 真心期待两人能够再次合体出演婚后的顾慰和灵芝笑,就讲述他们婚后的甜蜜生活就好,你同意吗?